哈嘍,稍等我一下 戴个眼镜,戴个眼镜,戴个眼镜 看你们弹幕房那边 我忘了眼镜放别人那了,算了 要这样吧,那边得忍受一下,我离得比较近,看你们的弹幕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主播好久不见,也没有很久不见 吃到了,我可能要吃到了 就诬陷我了 今天 我没染头发 现在头发掉色了 我这个今天 今天这个造型我还蛮满意的 到时候你们就看到了 走红毯你们就看到了 主播卖保险吗 主播卖 很烫,小姐皱了 没事,我今天穿的那个套装 是有马甲的 有马甲的话就看不到成衣 我 今天怎么这么正式 因为今天要那啥 今天要做红毯 唇膏 涂了 真有点干 戴眼镜 我眼镜不在 不在我身边 我们越来越帅了 因为最近稍微瘦了一点点吧 想现在内蒙吃了有点太好了 怎么不戴隐形 因为我觉得戴隐形有点累 一般能不戴就不戴 中国奇谈 中国奇谈我最期待第六集 这里给你们爆个小料 哥们儿 其实你知道吗 在这个游乐圈混迹 一年多那么一点 有一丢丢那个小小的人脉 有一丢丢那个小小的人脉 这个第六集啊 这个第六集的demo 哥们已经看过了 这第六集的demo 哥们已经看过了 这个小小的人脉 羡慕慕 你们羡慕慕 这个demo 根本是小小的人脉 第六集我已经看过了 但是我看的是demo 那个时候还没做完 因为是我的朋友公司做的 和我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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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唱歌 我没唱歌不好意思 但是制作公司的音乐 他们公司是这样子的 他们一个他们是一个 就是影视和音乐一体化的公司 就是有一个老大 两个老大一个是做制作人 一个是影视的那种导演 我肯定不能给你们看 电视剧 三连电视剧我还没看 我准备回去看 我先跟你们聊这个中国奇谈啊 这个中国奇谈我是每集都看了 我觉得现在为止的话我最喜欢 哇很难说我其实最喜欢第一集和第四集 我觉得第四集特别特别好 第一集也特别特别好 很难想很难选 呃呃呃呃也不错 第三集 第三集 我觉得第三集就是你说技术力吧 肯定是很顶尖了 就是他的那个场景啊 人物模型啊 然后包括画风啊什么都很顶级了 我觉得就是国曼的水平 你放到国外去也是很优秀的 因为他那个画风 但是那种有点那种把中国那种感觉融进去了 但是他那个剧情好像差那么一点点啊 第三集 第三集我觉得他那个剧情确实比 比其他几集差一点点啊 因为他那个第三集我确实是看了开头 我就知道结局是什么样的 就太老套了 但是内容 但是那个技术力能看出来就是非常好 他们那个技术力真的很不错 第二集好难懂 你不用看太懂 他这种东西就是 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解读 你要是解读不明白的话 你看就有人就喜欢那种怪怪的感觉 就是他既然都做成这种怪怪的感觉了 就不是很希望你完全看懂 你要是能完全看懂 他这个很明显就是那种没有太 没有太指向性的主题的 他不是那种啊 就是你一定要通过这个东西啊 你就要悟出什么人生道理 他不是这种类型的一个作品啊 他就让你看着怪怪的 然后你能品出一些味道来 到这个程度就够了 但是三体电视剧我不是要看的 之前跟那个三体电视剧的就是他们剧方的人 有一些小小交流 就是他们说他们拍三体还是很很自信的 恋恋星球好看吧好看 戴完论破我不会看的我说过了 我不想看那种就是虐虐媚翻 我是不想看的 展示红之童我是 我也我是看完以后我就真的不想再看这种 这种 但是戴完论破不太一样 戴完论破肯定是 因为他是你心里多少战略变态 你才会很爱那个吧 因为他就是那种 他就是那种虐 他完全是那种虐了 就是 就是死了很惨了一个个都 你赞同你是那个打 你是那个两方交战嘛 输的人死嘛 那个戴完论破 他是专门处刑 我觉得那个我真是真受不了 我真受不了 我觉得那个太狠了 开挂人生我还没看 回去看一看 卷发棒会用了吗 还没有用过 之前用过 然后就是失败 love life你看 替我学托福 加油兄弟 这个确实帮不了你 学托福只能靠你自己了 下次重现看完了 下次重现好看到 但是下次重现我也觉得有一点就是后期稍微有点疲软啊 就是咱们就是就是特别特别的特别特别客观 以后各位就是也可以去做做漫停 我觉得可以创一个就是那个b站的小号 天天跟大家一起看动漫 聊点别也听不懂 那行我感觉大家 大家好像也不是所有人都那么爱看动漫 宿舍故事 宿舍故事 看下领带宿舍故事最近有啥吗 最近还好最近太忙了大家 大家都是休息室 还有什么拍摄故事的只有 出去以后我可能 哎这很多人问我出去以后要不要跳舞啊 你好像可以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考虑一下我觉得还是可以跳舞了 但是就是就是还是有个主次嘛 还是有个主次嘛 主要还是做说唱吧 深海深海我觉得可以看一下 因为之前看大圣贵来我觉得不错 为啥不敢坐张阿元车啊 因为张阿元老师就是就是你知道张阿元他性格比较虎嘛 然后他吓我其实他车开的没什么毛病 但是他老是喜欢就是说一些奇怪的话 吓我 然后我就不想坐他车了 记忆背单词的技巧没有技巧 我说实话我跟你说一个很离谱的事情 就是我的词汇量比很多人很多人都要少 但是我看到一个完整的句子呢 我就就总是能get到他在说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考试能考考好 就是就是我的语感可能比较不错吧 就是我其实很多词我都就是你看他那个词 那个单词的分布嘛 包括中文你很多词 你是你你突然问你说哎这个单词 或者说这一个字 啊这比如说我突然问你这个字怎么念 你可能不会念 然后你把两个字放在一起 你就想起这个词怎么念了 然后英文也是就是你我我一句话里面 可能有好几个单词看不懂 但放在一起的话勉勉强强 能看到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 大家要 要要练的话 就是大家还是要去读一些英文的东西 也没有吧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 我在九七处这样有什么坏话了 我可说他不少坏话 开玩笑我没有说到坏话 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说很好笑 那天我那个跟阿达娃一起去的嘛 所以他那天我跟阿达娃一起去的 然后跟阿达娃聊天嘛 我们就说我们那个队友都有哪些人 我就说我们有一个特别离谱的一个小孩 就是张家元就是他做什么事情都特别好笑 就是然后我们就一直一直在聊他嘛 然后他就很好奇张家元到底有多好笑 然后后面就是阿达娃就是那天就是他说他在那个路上偶遇了张家元 然后他就跟张家元聊天 然后说到我我我跟他说很多那个他事情 那这样我就说我在背后说他坏话了 不在背不仅在背后我当面也说 我说他离谱这个人真的太离谱了 他总是做一些就是让你超超乎你想象的一些事情 现在什么发色啊 他这个黑色掉下来的偏棕吧 今天就是播30分钟了 不能播太久了 考虑中国风rap吗 看吧看未来吧 你在看我以后往什么方向走 我觉得不会往国风那个方向走 哎但是我说实话 咱们团有一首歌写字真的真的写的句号 点睛那首歌词真写的句号 你们知道吗点睛那个词真的写的句号 扯一下领带干嘛 这领带不是好好的吗 点睛的词写的真的好 有一块写歌写完了 录都录完了 当时我们在那个听demo的时候 就是要就是我们所有人在一起开会嘛 然后那个团队就是给我们听歌 然后选demo的时候就是哎 放到我那一首的时候 大家说嗯不错就要这首了 就是我也是我也是笔稿的啊 根本不是就是那种不是那种 就是走后门啊根本是笔稿的啊 我是在好几个demo之中就是选了我 的那个啊 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大家就是 不是给我面子那种是那一首 确实觉得我写的那一首很适合 就是那一首就是因为我们每一首歌 又每首歌的任务嘛 然后就是在呃 那一挂的歌曲里面要选一首 然后我的那首歌在那几首里面删出了 什么风格的什么风格的不透露了 我风格就是你们期待一下吧 我愿意称之为real talk 就是具real 认为具real 本来说还要我改点词 或者想想也不改了 就是real talk特别real 感动吗我不知道 反正想要比较悲伤吗 说说裸税的事情 我都说我不裸税 先收钱 钱不重要 钱不重要 当然钱很重要啊 当然钱是很重要的啊 钱太重要了 但你知道就是 有一些东西不是我能够 有些东西就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然后也不是我身边人能决定的 然后也不是我身边人能决定的 署名肯定正常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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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戏我可演不了,我肯定演不了戏了,可以去别人的MV里面客串 啊,我刚才说,最近就是有个幸福的烦恼,就是我有两首歌,之前不是给你们听了一首,就你们觉得开头很有电影感的那首歌吗? 那首歌是我的,就是回归曲,就是我回来的第一首歌,但是呢,就是觉得那首歌吧,因为那首歌的编曲很好,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创作部分呢,我是贴着那个编曲去做的,就不太能展示我自己的能力 但是呢,有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就是编曲也很好,然后我发挥的也很好,那咋办呢,就是不知道到底该发哪一首了 然后最后决定就是可能会,就一起发了,就一起发了,就是什么烦恼,就是歌太多了烦恼 哥们现在手里已经攒了很多很多首歌了,但是不可能一口气发出来,要不然太可惜了嘛 因为我现在攒出来的东西呢,就是这两年内没有被淘汰掉,就是我比较满意的一些产品还是,就是还是要慢慢的发,我不是那种发很多很多那种 Summer肯定不会刚解散就发了,因为Summer的话是,它肯定我得在五月份,六月份,可能是六月才发吧 是吧,你就是那么早发不太适合吧 六五六,哎我跟你说我准备那些歌你们不会失望的 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歌 我真的觉得这个概念太强了,我都不知道这个概念我怎么这么Genius 我真的是个Genius你知道吗,就这个概念一般人是想不到的,一般人是想不到的 但是我在犹豫要不要跟你们在这个直播里面 我要不要在这个直播里面跟你们就是就透露我这个概念 听肯定不能听的,那个是,我就不说了啊,不说了,这个就别透露,憋住了,憋住了 那个真的是,那个概念真的不错,那个就是,那个是我EP的主打 这是我EP的主打 右脸是不是贴了,痘痘贴是贴了,痘痘贴,等一下就是要摘掉了 因为这个痘痘是昨天晚上破了,然后我们等下上台前,我再,在那个,把这个痘痘贴在摘了 看指甲,指甲有啥不看啊 Genius 夜话什么时候发,最近在做了,在做了,在做了 就是,因为他我们那个编曲,我们改了,改了几版 编曲是老贺给我做的 就是挑战书的作者,老贺 然后还跟我一起做的那个拉咪拉咪,那个老贺 看看耳朵 没有 V周单500了吗 没有 我才不V他500了 到时候都看缘分吧,看缘分 跳女团舞可以吗?不可以 去看动画K 动画K,我没有看过这个动画,但是有一部那个画面应该是他们的啊,就是让我稍微有点点,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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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我这种中二人都觉得有点中二到我接受不了,就是,谁谁拔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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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刀 拔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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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终于说三四年没和我联系了 不熟不熟 根根根根根不熟了 可惡 这会 先去try他 自己做头发不现实 我还是买一点好看的帽子 到时候我去国外的时候 就肯定就是我也没办法参加什么活动 那我估计就直播跟你们聊天了 可能会经常直播了吧在海外 那时候直播的话就 直播我在想 我自己肯定就不做那个妆发了 我希望那个时候自己皮肤状态好多了 现在的话就是 就是还会长一点痘痘 现在的话就是 由于哥们现在就还要稍微有点这个包袱 要长痘的时候呢还是 就不跟大家溯源就是直播了 稍微趁点妆发再直播 但是你们就别给我刷礼物了 你们你们给我刷礼物 真的就就就就没必要了啊 恶不死啊 来看我演出就行 来看我演出我就饿不死 别刷礼物了就 这个 就是任何时期主播都不至于饿死了 饿死了 我什么时候饿死了我就开开开巡演好不好 我饿不死我也开巡演 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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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前两天又自己交了一下学费 因为虽然现在只是上网课 但是也要交学费 这两年下来也交了也交了蛮多学费的一下子 仔细想这个学费都是自己赚的 其实还是蛮酷的一件事情 青春猪头少年看过 那个还蛮好看 那个剧场版特别好看 我看剧场版都看哭了 自己赚学费真的很酷兄弟 我知道自己很酷 谢谢你 谢谢你 其实很绝望一件事情 就是我刚好像说了 可能朋友来 当时很多朋友还没有来 我再说一遍 早上我 早上我刚化完妆 就觉得自己有点肿 有点胖 然后拍完第一张照片 然后再拍第二组照片 拍第二组照片的时候就瘦下来了 就说哎呀好想回去拍第一组照片 但是因为我们11个人拍嘛 我是第一个拍的 我要么就等到所有人拍完再拍 那我说那我不想等了 那就算了 就是你想想 就是那中间就30分钟 我刚好就那30分钟 总就就消下来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个人专辑 不做不做专辑了 其实可能应该是不做专辑了 因为我觉得概念还不够统一吧 概念还不够统一 而且就是做专辑的话 太多首歌发出去 除非你 我要是做专辑的话 就是专辑打歌是有主次的嘛 我要是每首歌都是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 我就不可能全部塞到一个专辑里去 至少现在还不到时候 因为每首歌 每首都是我很满意的歌的话 我就不会一起塞到一个专辑里 出实体吗 出实体再说吧 以后在海外有没有机会表演啊 不知道啊 先把先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 先把作品记载好 你自己歌 你自己歌都做得不好 你去海外表演不丢人吗 对想尽办法绞尽脑汁去了 海外不也是丢人吗 你要是有水平的话 你要是水平很高的话 你去海外不就是长脸吗 今天会拍许愿吗 当然开啊 何必美食小种 我不能何必美食 我喝会不舒服 我以前能喝 后来就是 就不能喝了 看过青鹰啊 当然看过了 这边是老二次元啊 活死人Cypher听了吗 听了 还可以 还可以 不要随便评价别人 不要随便评价别人 那个 别让我去做什么reaction 我不想树敌 哦 那天见了justtick 就是 也是活死人的那个 很老很老的成员了 那天我们聊天 他说他觉得我这个人还蛮有意思的 很多人真能喝啊 后面还见了那个 大家可能不知道 那个不知道有没有知道五人组 见了五人组的人 但是 我见了一个人叫连麻swimming 连麻 他还挺酷的 他人还挺酷的 但是我们做的东西太不一样了 我不认识别谁都认识 我是那天justtick带我去的 就是有时认识小精灵 然后写进他们带我去的 然后写进他们带我去的 想去的城市 就是 牵手啊 看吧 牵手 看情况呗 腰尾 腰尾看过 看过 我刚刚看到你刷这个弹幕了 腰尾看过 腰尾算是 腰尾的ending 算是几个了 我还名工慢里面 就是我当时看腰尾的ending 我还有点不满意呢 我说他这个ending 是不是有点太 就是 腰尾一路过来都是 就是 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腰尾很好看 到后面呢好像就是 作者有点画不出 就是主角团要怎么样 反杀boss了 就是boss太强了 就是主角团 一般你都是 就是 一般就是优秀动漫 你就要 靠智慧取胜嘛 因为你打不过boss嘛 你得想些什么办法 但是呢 后面就是 腰尾就是主角 后面就是 只能靠主角 主角团开挂才能赢了 就是 就是啊 为了我的团队 为了我的羁绊 我要上了 然后就是为了友情啊 然后boss就爆了 就是他名 他中间都没有什么 他都没有战斗力提升的 那个一个过渡期 他就是可能就是 刚刚还在打呢 刚刚被打趴下 然后过了一会站起来了 然后嘴里念叨一些团队友情 然后就把boss给打爆了 后面就一直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腰尾那个结尾 我当时看 我就觉得有一点点 不满意了 直到后面我看了其他几个民工麦 大家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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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办法 就是 因为你一个漫画画太长了 还有一个就是腰尾的老师 腰尾老师画 他的画 他的画 画风真的就是 男生女生的画特别好看 就是男生就很帅 女生就画特别美 就是要看漫画 腰尾的那个漫画画是真的好 自拍不错 下次音乐节什么时候 下次音乐节得也很久以后了 因为就是这个冬季 基本上没有音乐节 周兰请一万的饭了吗 没请没请 V他500都还没V呢 自拍进步了吗 自拍可能没进步 可能是变瘦了吧 也有可能是表情管理有进步 前两天 那个 我看我自己那个跳 跳那个我们一起闯 感觉自己好像还是稍微进步了一点点 说实话 进步了不少 跳那个我们一起闯 我说实话进步了不少 进步了不少 就是 就是看起来不好笑了 也就是说 跳舞都练成这样子了 那就不得不再继续练量 今天是你的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朋友 祝你生日快乐 你感觉没什么进步 那可以 那我再努努力 不要放弃 说他能不能唱love myself 以后还有机会唱的 幕后vlog吗 可以啊 下次我去拜访那个制作人的时候 我们就录一下吧 就是我去录音的什么时候 包括跟制作人的交流 我们都录下来 但是我的制作人都在成都 成都又没有什么 成都又没有什么工作人员陪我 到时候就架一个 架一个那个手机 就可能就是那种 架子里 然后跟这种人就聊天 就没有办法拍纪录片那样子了 vd也不是什么 大明星 一个团队给你拍一个专节纪录片 因为我是去成都嘛 成都没有什么 本地的工作人员可以帮我 所以我最多就自己拍了 其实自己拍也挺好的 回出海吗 回啊回啊 绝分回去上学啊 就是今年9月咯 可能8月底过去了吧 等出去以后 会 会过得更像一个音乐人的生活吧 做一些更纯粹的事情 优沙舍不得的 团队肯定是舍不得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要奔向更好的自己 因为天下没有不散离宴席 珍惜珍惜这段时间就好 但是也要 也要为未来的自己努力啊 珍惜这段时间的自己 可是你现在真好看 说了好像我回去就不好看了一样了 我是觉得现在的造型可以 就是就是未来的话 就是还可以再做一些更加 更加符合我个人性格的造型吧 我觉得什么时候造型我特别满意呢 我觉得拜兵的时候的造型特别满意 拜兵的那个造型特别满意 但是呢你其实11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很难去做每个人就是风格各异的造型 然后其实有一些 有一些造型没有那么适合我 那还是就是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造型更适合我 但是西装还可以 西装还可以 皮衣 皮衣可以 只要不是无锈的就行 造型老师 没事这个造型老师挺好的对我 之前就是造型老师就直接那个借给我他的西装 让我去外哥婚礼了 好了朋友们这个也播了35分钟了 弟弟要稍微准备一下 然后顺一顺动作 咱们这个今天的有表演 然后那个动作 他临时有改一些动作 我得顺一些动作 好不好 那弟弟去准备工作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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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ك